什么情况下到了若干年后还会怀念 甚至感激这种有点专制的家庭的这样的管教呢 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他到最后是 他娶媳妇可能跟妈妈的意见就老不一样嘛 就他妈妈而且是干涉到厨房 就是说进厨房给那个儿媳妇 做这个做那个 后来是有一天那个儿子实在受不了了 去厨房跟他妈说到今天为止 你不许再干涉我的生活 他已经那时候三四十岁了吧 就说你不许再干涉我的生活 然后他妈就退出了他的生活 对我跟我妈妈也聊过一次 因为我独立比较已经独立惯了 我跟我妈要住就有点不习惯 你就是在一个房子一段时间可以没问题 但我就是没有私人的空间 就是他会干涉我的生活 他会干涉你到什么程度 也不是说是很严重 而且以爱的名义 对因为比如说我的工作性质就是 时间特别不稳定 晚上有可能会回了很晚 但我妈妈一直在这儿等 在这儿等 然后说我一回家 他说你饿不好给你做点吃了 说每次吧 我一出去我就想 哎呀我妈是不是在等我 我得赶紧回去 这样的话我的有一些生活 比如说跟朋友的见面就会有一些影响 就包括我住在我的房间里边 我都会把门锁着 因为他还是习惯直接进门 你知道吗 有一次呢我得睡觉 直接进门口吓一跳 然后我说妈这样 咱俩好好聊聊 我说我也要我的一个私人的空间 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生活 咱们俩能不能 你也敲敲门 我就跟他聊我一次 哎呦那你太老实了 我这就晚上回家玩晚了 这就有点 这像儿子还是女儿 这个就是 他会给我打电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心里老是有一个 就是我妈在家 他不打电话 我都会想 我妈在家 我都赶紧回去 要不他又不睡觉 咱是等着 哎呦这就算很笑的笑子了 现在儿子一般哪管这个呀 但他讲这些细节是 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很真实的 这个就真实的反映现在这个复兴的新国学啊 跟这个人性的觉醒啊 这个中间是有矛盾的 我刚才还在想怀疑啊 我叫陆寒他们这些这么孝顺啊 会不会是人设啊 会不会是一种宣传的 迎合市场的一种宣传啊 这个也不排除啊 因为现在的潮流是 你要讲这个才会有多的粉嘛 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 虽然诚心的孝顺 但是还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这母亲来讲 他把这个真实的讲出来 母亲来讲 你半夜一点 还不回来 我当然担心了 对不对 你这个在外面万一出什么事情呢 对不对 中国人的家的概念是 我们是一体啊 对啊 我们是一体啊 这个人的概念是远远小于家的 对不对 美国有个汉学家叫孙隆基 专门讲中国的人性的生成结构 他还讲得很有道理 他说人 中国人不讲仁义的人吗 人是一切吗 人是什么 人就是两个人 一个人是没有价值的 一定要两个人才变成人 后来我知道 这个学术比较粗糙 这个解释 但是当时我看了就觉得是 是 你想起来 其实我老觉得啊 这个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啊 在我身上对不上 就是跟中国人真的不太一样 咱们小时候都是父母亲那样 什么都管 那长大的吧 他们都说那样就有阴影了 你们觉得我有阴影吗 我可能也变态吧 就是 不是 你也不自知 不是 我倒觉得我今天还是爱我的父母啊 就是他们是很不同意 我觉得不是阴影是塑造 塑造 我就记得小时候 我平成头一回自杀 你知道吗 就跟这个有关系 我原来跟你讲过 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年 我总不记得 我个外面的痕在哪里 不是不是卧鬼啊 不是我跟你说 我们年 我就记得你捏尿尼 我上 还有杀 没玩具 杀 这是我对他的印象 你 你小时候再琼 有捏过尿尼吗 我就说啊 这就反正那个时候 我们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流行穿什么 喇叭裤 而且是哪种大喇叭裤 军裤 那都拿军裤改的那种大喇叭裤 然后穿那种懒汉鞋 叫片懒 这裤脚啊 要一尺才十毛 是这样子是吧 现在又回来了 这个流行 对对对 就大喇叭裤 然后呢 我就跟我父母亲展开的那个斗争啊 他们就说 你绝对不能这么大 一尺这么宽 然后我说 我就得要这么宽 最后他们就 最后谈到就说 不行 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八寸 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八寸 当时要不说 小孩就有时候就 就一时冲动啊 其实我现在就想起来 就说这个封建家庭啊 就是 我就在当天晚上 越想越不顺气啊 因为呢 我不会改 冯院机 我妈妈会 你知道吗 最后 你生气 不会改 最后的 你没办法 他不给你改 你就没办法 气得我呀 然后我当天夜里 我就写了一封 这个遗书 然后就是说 你们这个封建家庭 你们这个什么时候 我要一去 不复法 然后就 晚上我走了 十二桩火车站 我还记得 我还叫卧轨 哗家伙 哗家伙 冰凉的铁轨 我现在还记得 哗 他们那火车也不来 你知道吧 后来 怎么办 后来我就躺 躺 这铁轨够凉的 终于听到了 我就是 听到那个铁轨 大概离我约 一千米左右的时候 我还是起来 就回家了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他们小时候是这么要求我的 我觉得 可是这些我觉得没带来我什么阴影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爱他们呢 就跟你一样 中国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家庭理念还是不大一样 你看西方的孩子在长大或者怎么样 他跟父母并没有那么近 而是说自己独立 我吃饱就OK了 就是父母是父母的 我是我的 但中国不是 中国对家庭的概念是非常的强的 我觉得 你在他身上看着 我觉得其实母爱到最后 我觉得最伟大的母爱是放手 你说我吧 我那天我就在想玩这个蛙的游戏 我觉得我妈养我还不如养个蛙 是为什么呢 我走那么多地方 我去采访 我去工作 我寄明信片 都寄给我自己 都没给她寄过明信片 我小妈还不如养个蛙 就 但是我回过头去想 我觉得我对我父母最感激的就是给我自由 你想我出去采访这些事情 很多父母可以不让你做的 他可以说他危险了 或者是说你离家那么远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我知道他们忍了很久 很多事情回头去想 真是一定是经历了多少的这种忍 但是他给了你自由 你小时候觉得对妈妈有埋怨吗 有 他因为老打我 打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那个拿那个打我屁股 拿皮带 我爸爸拿那个军用的牛皮皮带 冰淇还不一样 真的给我抽舌了 但你会不会那个发誓以后 你绝对不会打小孩 你会吗 不会 我会觉得如果我要有一个小孩子 我也会很严厉 但我不会不会说那么打了 但很严厉 你也是主张言教 对言教 他还真就是一路严教上来的 后来跑到韩国当练习生 也算是一种言教 反而你今天觉得这好 是吧 打上眼了 我觉得多少是有好的 但你说你去鼓励孩子呢 你再适当的去鼓励孩子 你要让他有更多的一个刺激 但是你现在啊 比如说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成年了之后啊 你慢慢的觉得母亲 那个在弱下去 好像你现在需要 像他的哥哥一样 我说的有点备份乱了 就是说照顾他 对 好像去宽容他 容忍他 你会有这种变化 会 会有这个 有一段 这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感觉 就感觉 妈妈我得要去哄着他 就跟小孩 越来越像小孩 包括他发脾气啊 跟你去玩啊干嘛的 越来越像小孩 我就妈妈 我却想去呵护他 什么情况下 到了若干年后 还会怀念 甚至感激这种 有点专制的家庭的 这样的管教呢 是你小孩自己有出息了 你变强了 各方面你比你的上一代更强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回过去 作为一个感恩 就是他帮助我成功 另外一个 你对你 你的父母亲 对你只剩下一份感情 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了 如果你一直不强 你还在 这个叫什么 啃老族 你还在靠爹妈 分给你的一个房间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 你没法感激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呢 是培养人才的 不是健全一个人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